各县市每到了九月 近十月都会发放近诗金 但是各地标准不一 台北市每人两千元 新北市和临江县每人一千元 台中市每人六百元 但是基隆市的老市却从去年的五百元 缩水为三百元 北北基近诗金真的差很大 全教总理市长刘清旭说 各县市的裁员不一样也必须体谅 像是有的县市会补助老师交通费 有的没有 重点是心意 去谈是多少 也要顾虑到双方的条件 就是跟男女朋友一样 你要他每次都请你客 也不见得是对 敬意也不一定是用金额的刀低 终于部国教署副署长黄子腾泽说 技师监视各县市政府衡量 财政状况对老师表达心意 终于部不可能要求一致的标准 他话不出来 你也不能叫他要调高 他要花这么高 你也不能讲说你花太高了 这样有失公平 如果我们中选与各县市一样的 但问题这不是我们出的点 这不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业务 这是所有第七的业务 黄子腾说如果教育部要求一致的标准 那么县市政府便会回头要求教育部买单 记者徐金岁台北报道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